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3月7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美国和阿富汗之间的这个事 美国呢,在2000年发生了911,它的双塔备战之后呢 美国就开始呢,针对恐怖主义进行报复 那它就在2001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对阿富汗发动了战争 那它当时呢,就要求它的盟国呢,都有参加 这其中呢,也包括加拿大 我记得当时呢,还因为加拿大拒绝参加这个对阿富汗的战争 美国当时呢,对加拿大就表示了很多的不满 也透露了出来呢,对加拿大进行制裁之类的吧,威胁你 后来呢,加拿大没有办法,然后也参加了它的那个盟军 那就开始呢,从2001年开始就对阿富汗发动了战争 那一直到2020年的年初呢,那这个战争呢,就实行了有18年之久了 那在前不久呢,美国和塔利班就达成了一个协议 事实上呢,美国和塔利班之间在去年的时候就开始谈判 要停火,因为这个川普这个人呢,他是不太喜欢战争的 应该说他喜欢不喜欢战争呢,其实呢不好说 他呢,不喜欢花钱,这是绝对的 他是认为在塔利班的这个战争呢,他们的付出太大 不划算,他一切都是衡量一下,看划算不划算 不划算的事情他是不干的 那他就主张呢,从阿富汗把他们的军队呢撤回来 这件事情呢,其实他应该跟他的盟友去商量去吧 但是呢,美国是置他们的盟友于不顾的 似乎他们的盟友就好像空气一样 他走到哪里,这空气就应该围绕着他 就应该跟随着他 那他呢,就从去年开始呢,就跟塔利班之间 开始进行这个停火谈判 去年的时候,这个谈判呢,就不欢而散 那塔利班呢,在去年曾经还到中国来访问 来寻求中国的一些帮助 塔利班呢,也想停战,也想停火的 因为毕竟这个战争呢,他们是主场 是在阿富汗发生的 给阿富汗这个政府啊,给阿富汗人民啊 给阿富汗的领土啊 都造成了是灾难性的一个毁灭 造成了巨大巨大的一个损失 那作为阿富汗呢,甭管这个塔利班 他现在还掌权不掌权 有没有可能掌权,他们都会希望这个阿富汗停战 希望美国以及他的盟军呢,撤出阿富汗的 所以呢,阿富汗的塔利班呢,也是积极的来参与这个谈判 那这个谈判去年就是告吹之后呢,还在进行 终于在今年的前不久,2020年一始,双方就达成了这个停火协议 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但是呢,现在看来哈 这个停火协议呢 的执行 还是不是那么顺当的 现在阿富汗呢,现在还是 没有说 马上急刹车进入一个和平的状态 那这些呢 我们都不说 今天我这个视频呢,就想跟大家说 今天是 3月7号,在3月5号的时候 国际刑事法庭的上诉庭做出来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什么呢 就是撤销了国际刑事法庭 预审分庭 在去年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那个决定呢,就是要求国际刑事法庭的一个检察官 这个检察官呢,是在2017年的11月份的时候呢 他就提出来了一个提案 就要立案 对于美国以及联军 在阿富汗本土的这十几年的战争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犯下来国际刑事法庭所规定的那些战争犯罪 包括种族灭绝呀,包括酷刑啊 包括这个大兵在那里什么强奸啊 包括什么强迫妇女怀孕啊 反正之类之类的吧 跟这个战争相关的一些 这些侵犯人权的犯罪有没有 当时呢,这个检察官提出来这个以后 马上就受到了美国的反对 美国反对对这个进行调查 他为什么要反对进行调查呢 这个国际刑事法庭 他的建立是基于一个在1998年 由联合国当时的成员国参与投票的一个 叫罗马规约 是基于这个罗马规约来建立的 建立这个国际刑事法庭 那这个罗马规约直到现在 美国并不是他的成员国 并不是 但是,如果你以前听过我的另外一个视频 就是呢,这个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 在去年的时候呢 对以色列也展开了调查 当时呢,美国也是 以色列呢,也不是成员国 唯有提出来了反对 但是那个反对是无效的 这个联合国刑事法庭 他有没有管辖权 不是看你说我要调查 这个战争里面牵扯到美国 说你美国是不是成员国 不是根据这个 而是根据说 我要调查的这个目标事件 这场战争 比如说阿富汗这个战争 有没有相关的任何的一方 或者是这个事件相关不相关 像阿富汗的这个呢 有管辖权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战争是发生在阿富汗的国土上 而阿富汗是这个罗马归约的缔约国之一 所以呢,这个国际刑事法庭 对它是有管辖权的 那美国呢 就以它不是成员国为由 对这件事情呢 提出抗议 认为这个国际法庭呢 是没有管辖权的 那么在2018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他曾经就警告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 检察官以及工作人员 就所有的人吧 假如说继续调查有关美国 以色列或者其他的美国盟友的战争罪行的话 如果你们胆敢调查的话 你们就要面临着惩罚措施 那2019年就去年3月份的时候呢 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表示说 参与调查美国军队在阿富汗或者其他地区 执行任务情况的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人员 将被拒绝授予或者吊销 美国签证 美国你就别来了 还有可能面临着经济制裁 就是如果你在美国有账号的话呢 我就封锁你的账号 如果你在美国有财产的话 我就没收你的财产 冻结你的财产 就用这些理由呢 来进行威胁 那他在4月份的时候呢 就马上吊销了 就这个案件那个检察官呢 他叫本苏达 吊销了他入美的签证 他不可以入境美国 那联合国的这些官员呢 虽然说这个法庭 刑事法庭他并没有设在美国 他是设在荷兰的海牙的 但是你要知道联合国的总部是在美国的吗 那这些官员去联合国的总部是常有的事吗 经常是会需要去联合国总部的吗 美国呢就不给他们签证 你就来不了 这个呢前两天我在我一个视频里面啊 我已经说过这事 他经常拿这个来制裁别人 来控制别人 比如说伊朗要去参加联合国的会议了 他就不给你签证 我拖着你的签证 无数次他就这么做 那前一阵呢 联合国又要进行一个投票决定的时候呢 他为了让俄罗斯不能够投上这一票 他把俄罗斯整个的他们代表团 全部都拒绝了他们的签证 以前那会呢 他有时候给你拖着拖着拖着 拖着最后在开会前夕 他还能给你签证 但是这一次俄罗斯这个 一直到开会的时间都到了 然后他仍然是不给俄罗斯这个签证 使得俄罗斯呢就没有办法去参加投票 就以这种方式 那他呢就以这种方式来威胁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2019年4月12日的时候呢 这个预审分庭啊 还只是做出来一个决定 就驳回了本苏尔这个检察官 要立案调查的这个请求 驳回了他这个请求 但是这个本苏尔这个检察官呢 他就不服上诉 那就是说3月5日的时候呢 这个上诉法庭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呢是这么说的 这个决定呢就认为 在审议了检察官就预审分庭的决定 提出了上诉理由 以及阿富汗受害者代表和其他参与者的意见 和陈述以后呢 上诉分庭认为 预审分庭在审查检察官要求授权 开始调查的请求的时候呢 错误的考虑了司法利益因素 上诉分庭认为呢 预审法庭应该指裁定检察官 是否有合理的事实依据进行调查 也就是说呢 有没有可能存在这些个罪行 以及呢这种调查产生的潜在案件 是否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 应该就这些方面来进行审核 允许还是不允许 上诉法庭主审法官就表示说 法官呢注意到了 于审法庭的裁决呢 载有所有必要的事实调查结果 这个检察官来调查是有事实预计的 并且确认了有合理的依据认为 在阿富汗犯下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当中的罪行 因此呢 一致决定授权这个检察官启动检察 那3月5日上诉法庭做出来了这个决定之后呢 彭佩奥呢做出来了强烈的反对 彭佩奥在他们那个发表的声明里面呢 是这么说的 他说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授权 他对塔利班和美国及阿富汗人员被指称与阿富汗有关的活动进行调查 是一个不负责任伪装成法律机构的政治机构 所采取的一项令人砸舌的行动 他认为呢这是政治 你们这个法庭呢是伪装成一个法律机构的是一个政治机构 你们就是针对美国 在美国就阿富汗问题签署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几天以后 做出这一裁决显得更加的鲁莽 事实上阿富汗政府自己也在恳求国际刑事法院不要走这条路 但是呢国际刑事法院的政客们要实现其他的目标 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 他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自己的公民 免受这已离经叛道所谓的法庭的伤害 他要保护他的国民 应该是主要是那些恶士兵啊还有那些军官啊免受这国际刑事法庭的伤害 他们是这个法庭呢是保护人权 就是审理那些调查那些有没有侵犯人权的罪行的 比如说大兵有没有强奸妇女 对不对这些 那要是调查完了以后说这个大兵确实是强奸妇女了 然后就是对他们美国大兵的一个伤害 然后美国就要保护这些大兵不受伤害 他这里面说呢阿富汗政府自己也在恳求国际法庭不要走这条路哈 为什么阿富汗政府呢也要请求这个国际法庭不要来走这条路呢 是因为啊这个阿富汗政府是美国扶植上的政府 当时911发生以后呢美国就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 阿富汗当时的政府呢是塔利班政府 他把塔利班就推下台了 推下台扶植一个政府上来 还是这样的 所以那个阿富汗政府呢现在的政府实际上和美国呢是他们是一回事的 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傀儡来着 就好像是伊拉克政府一样的 伊拉克呢也是伊拉克以前的萨达姆政府呢也是美国的一个傀儡 只不过呢后来萨达姆就不听他们的话了 你不听我的话了 虽然说你以前也是我扶植上去的 那我也得再给你推下去 我给他你扶上去我也可以给你推下去 对吧 然后呢又把萨达姆又给他推下去 让伊拉克服出好沉重的一个代价 结果呢又扶植上来了一个新的政府 这回呢是一个民选的政府 这一民选呢结果美国现在发现呢 如果让他们实行民主民选的话 这回麻烦了 这回就麻烦了 因为呢在伊拉克什叶派是占多数的 而什叶派呢和伊朗是一边的 他们是同一个利益团体 他们如果是民选选上台的话 他们是不听美国的 现在美国在伊拉克呢也很麻烦 好那我们不说 就说这个还说回来就是这个 蓬佩奥啊就指责这个国际行使法庭 说他是不会允许自己的公民受到这个国际法庭的伤害的 说这一事件呢再次提醒人们 当多边机构缺乏监督和负责任的领导 成为政治仇杀的工具的时候呢 会发生什么 你看他啊 真能说当多边机构 他就是现在就是多边和单边 美国他自己单边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竟然能说你们这个多边的缺乏监督和负责任的领导 而他那个单边的是正义的 美国就是说什么都行啊 他那一张嘴真的是怎么说都是他 怎么说都是他有理 当他想说别人是独裁的时候呢 他就说民主是一个好事 一定要多边多个利益在里头角逐 这才叫民主 多个利益方在一起商讨 这叫民主 这样呢才能互相监督 当他要推行单边主义的时候呢 他又说了说这种是缺乏监督和负责任的 多边怎么会缺乏监督和负责任 他就不说民主了 对吧 他说他们也单边又成了好的了 当他说什么人权的时候呢 当他需要的时候呢 他又把人权又放到嘴边 当这个联合国要调查这个战争 有没有侵犯人权的时候呢 他又说这是对他的国民的一个伤害 总之呢 他永远有理 常有理 好我这个视频呢 就给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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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